不好意思 我們也要很認真地在看嗎 我們待會兒沒有要做吧 沒有 中間可 你以為看完要自己做 對 那我們 那是以前的單元 OK 對不起 韓式蜂蜜泡菜海鮮 為什麼要強調蜂蜜 我今天用一個比較韓式 我們都常常吃到那個蜂蜜炸雞 我來教大家怎麼做那個醬 不好意思 我們也要很認真地在看嗎 我們待會兒沒有要做吧 沒有 中間可 你以為看完要自己做 對 那我們 那是以前的單元 OK 對不起 韓式蜂蜜泡菜海鮮 計時開始 這個生蠔跟 我們的干貝先調味一下 就是鹽跟胡椒而已 對 兩顆我們把它放到炸海鮮這邊來 其他的量不夠的 所以蝦也是要炸的 對 那旁邊的醇的部分 我們也已經把它給 那個挑起來放在炸海鮮的地方 兩個面都給它調味一下 好 我們就把它給放進來煎 你今天的海鮮不夠很厲害呢 好 你今天的生蠔很大隻 很大 很大 它在跳 這邊也調味一下 你的蝦有抓醃嗎 有啊 就是這邊抓鹽胡椒 然後這邊加一點辣椒粉 要沾酥炸粉是嗎 對 油溫大概多少 油溫大概160 你什麼時候它160 用筷子 程哥用看了就知道了 他們通常不太會騙人 他們通常不會騙人 一百五十二 因為剛才下油溫度降 好,我這邊來做一個醬汁 泡菜加進來 對啊,上次 泡菜加進來 然後美乃滋 有甜的 甜的 甜味美乃滋 對 然後 藍式辣椒醬 然後加一點芝麻油、糖 芝麻油跟糖 一點點醬油 然後帶一點水 然後我們加一點蒜碎進來 蒜末 一大匙蒜末 對 就這樣 把它給稍微打一下 好,這邊海鮮煎得差不多 撒太多下了 先把它放起來 撒太多下了 海鮮是不是要起了啊,海鮮 對 這邊差不多了 你看 把奶油融化 先來熱蒜 好像鞋餅 鞋餅 好,這裡把醬油加進來 然後帶一些糖進來 然後我們的蜂蜜,你說 等於剛才的海鮮那些 新鮮的底料 對…加在裡面 變成醬汁的一部分 沒錯… 加點糖 對 眼看快搞定了 這裡我們就進來拌 油鍋側 側 好快 然後這邊關火 再來加蜂蜜 蜂蜜不太適合高溫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加進來 用熱拌的方式 倒數最後一分鐘 白盤呢 音樂好有興趣 好,生菜 我們的海鮮 剛剛煎和 滾沙拉 它的醬汁呢 在旁邊 就是剛剛那個 泡菜的 就泡菜醬汁 那個海鮮很大顆耶 嗯 這個聲音 這個音樂太… 太惱人了吧 我媽的阿健老師 有時候弄到整個 好像動物園剛失火的樣子 那是線人片嗎 對 羊都出來多了 好漂亮 太厲害了 好想吃喔 韓式蜂蜜泡菜先完成